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号鲁迅在北师大附中的演讲 题目叫《未有天才之前》 大义是回应当时文艺界要求天才的产生 也出现一个盛大的呼声 我还记得少年时初次看到这篇文章 心想那时的人们真是有眼无珠 这鲁迅就站在你们前面 你们还在抱怨中国怎么没有天才 这哪像今天啊 遍地都是大师 叫的人听的人都不难为情的 这个像我这样人为言轻 这样偶然也被人很严肃的称之大师 我这个一时洋洋得意啊 不过仔细一想 我不只是大而且还老呢 我就是老师啊 名副其实啊 不过今天还是有呼唤天才诞生的声音 不是说有个说法叫有高原没高峰吗 也许人都站在高原上海拔大家都很高 高峰就不大明显了 鲁迅却没有回答什么是天才 以及中国当时有没有天才 或者谁是天才这样的问题 鲁迅把话题巧妙一转说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山野林里的怪物 它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 在那里掌育出来的 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呢 就没有天才 所以呢 我想鲁迅说啊 在要求天才产生之前 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 这话在今天旁观者听来啊 也可理解为鲁迅在委婉的怪听众 是不是你们不认识天才啊 当然鲁迅原意不是要责怪群众 他也真心不以天才自据 我们知道以后有人提名鲁迅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还真心实意的推卸了 在演讲里 鲁迅借题发挥了批评了当时的一些文艺潮流 他觉得呢 这些现象呢 在扼杀天才 甚至是损坏土壤 他批评什么呢 一个是整理国故 第二个是崇拜创作 当然前者就是批评胡适了 后者是讽刺创造社 平行来说呢 胡适的整理国故啊 其实是有道理的 创作社呢 早期也是有功劳的 而鲁迅的话呢 也是对的 鲁迅说文艺批评啊 他说恶意的批评家 在嫩苗的地上 持马 这个奔驰的马 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情 然而遭殃的都是嫩苗 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一起遭殃啊 所以呢 这个鲁迅号召青年人啊 预期等待天才出现 不如先做天才的泥土 这番话当时是对青年学生讲的 有点泼冷水 又给了一点希望 以后我们在别处会看到 鲁迅自己都承认 他没有完全讲出他的真话 在焚这个散文集里啊 有两个话题 很有意思 鲁迅连续的分别为这两个话题呢 写两篇文章 一个话题就是胡须 鲁迅自己以及别人的胡须 第二个话题呢 是杭州的雷锋塔 一论二论 为什么同一个话题连续写文章 而且他看上去只是身边的小事 或者说是跟自己也不大相关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这个胡须 第一篇的文章题目就叫 说胡须 郑重其事 鲁迅讲他自己的胡子常常要剪 寻出镜子剪刀 动手就剪 其目的在使他和尚存的上缘平旗 成一个隶书的一字 就是说这个把胡子在上存上剪成平的一字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鲁迅的一些标准像 这胡子是浓浓的 头发是硬硬的 这个胡子就是平的 今天这已经成为了鲁迅的人设了 鲁迅的形象 他的胡子就是这样 但原来鲁迅青少年时 也留过向上翘起的胡子 这个是要用一些特别的交由修饰的 留那个胡子的时候 鲁迅就被人批评 说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 你身体又矮小 胡子又这样 据说这是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的指责 少年时候的鲁迅觉得很冤枉 说我身体本来就这么高 这又不是我人为的 爹妈给的呗 胡子虽然跟很多日本人相同 可日本人也是学了德国人 这个并非日本的国粹 你想想德国的威廉皇帝 这个胡子往上翘 但是辩解也没有用 而且的确修饰胡子的这个交由 在中国很难买 鲁迅后来就放弃了这个胡子上翘了 那胡子一不上翘 稍微长长一点 他就会下锤 这个下锤最开始就在两边下锤 当然有些人修齐的好 上唇的胡子不去讲 下面的胡子往下 那就形成了像齐白石 让风之凯这样的一个风度了 结果呢 又招来改革家的责难 所以最后鲁迅就放弃了 他就简平 就是刚才说的 使他既不上翘 也难脱下 如一个隶书的医子 这胡须的样子值得写文章吗 原来呢 胡子一上翘 他就被指责成假装日本人 鲁迅后来研究文化 发现中国古代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石刻画像 北魏道堂的佛教的造像 胡子也都上翘 当时的人就说 这是日本人伪造的 放在这里的 鲁迅又嘲笑说 日本人为了自己的胡子上翘 还在中国的深山老林里 去买很多伪造的佛像 这也太辛苦了吧 所以呢 讲起来这个胡子上翘 中国古代也历来有之 还不完全是日本文化 而脱下来呢 其实呢 鲁迅考证是蒙古人带来的样式 这蒙古人啊 中国人是从不当做外人的 其实他也是征服者 侵略者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鲁迅呢 也因为这个上翘的胡子 从日本回国途中呢 路上有一个人跟他说话 就称赞他 说你这个日本人啊 中文说的真好 鲁迅的边界都没有用 我是中国人 显然呢 人们对胡须的样式 有很多爱国主义的联想 这些联想 深深伤了鲁迅的民主自尊心 因此鲁迅说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 以笑话为真话 以笑话为笑话的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说话 因此他说 我也不说话 因为胡须样式的刺激 鲁迅自省说 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的多了 可是没想到隔了一年 到1925年10月 鲁迅又写了一篇 从胡须说到牙齿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北大教授 说鲁迅 从胡须说起啊 一直说下去 将来就要说到屁股 受鲁迅的文风啊 已经非常曲折 又刻薄了 他说照此逻辑啊 土耳其革命以后 失去了女人的面纱 那是多么下等的事啊 误呼啊 他们已将嘴巴露出 将来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鲁迅接下来说 虽然有人说 我是无病身影党之一 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之 旁人大概不是很能够明白底细的 他没有病 谁来身影 如果静要身影 那就已经有了身影病了 这段话非常诡辩 也巧妙 这个一方面重新定义了无病身影 不可能 另外一方面呢 他有点咬文嚼字 但是的确把问题讲深了一层 还是跟身体的这个零部件有关啊 鲁迅借机的就辟谣 就报上说 他参加游行啊 被打落了两个门牙 其实呢 这牙齿是在别的情况下掉的 最后鲁迅又回到了胡须 他这个胡须是没完没了的 鲁迅这样说 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 也是我平生一见感愤 要时时想到的 这个鲁迅的胡须啊 这个是感愤 胡须的有无 样式 长短 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 是毫无 就是没有别人可以干涉的权力跟义务 而有些人们偏要跃居待谋 说些无聊的废话 那真是和女人非疏头不可的教育 其装易服者要抓进警厅来办罪的政治 一样离奇 哎呀鲁迅这种地方的天真了 其装易服被抓一点都不离奇啊 在我这个儿童时代上世纪六十年代中 我亲眼见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市中心 一群激愤爱国的中学生 测量路人啊 尤其是女人的裤脚管的尺寸 如果尺寸不合规格太小了 马上当场众目睽睽拿剪刀 刷的由下往上剪上去 这非常sexy 大家想象一下 从小腿往上啪剪上去 连警察都不需要 鲁迅恐怕也忘了 当年俄国彼得大帝 曾经要贵族不留胡须 他们不肯 最后怎么办 好吧你们留胡须吧 另外交胡须税 虽然呢我非常同意鲁迅在这两篇文章里 他是要批判的一个人的处置怎么身体的一个部位 跟爱国的那种不必要的爱国卖国的不必要的联想 但是反过来平心想想 我们今天要是看到照片上的鲁迅 他的胡子是往上翘的 或者他的胡子两边往下垂的 像那个张佩伦呢 你们去看张爱玲的祖父的照片 那个胡子是两边往下垂的 我们能习惯吗 原来这历书的一字 现在是鲁迅形象的标志 还有一个话题也是连续两篇文章 《论雷锋塔的岛调》 发表于24年11月17号 与思月刊第一起 这个很重要哦 与思月刊的第一起 与思呢是20年代中期的一个文学社团 创办人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等 一批散文家 当时他是一个比较不那么有政治立场的 一个文化姿态也比较中立的一个社团 鲁迅在他的第一期上发表的这篇 《论雷锋塔的岛调》呢 真的没有什么谈政治社会批判的东西 主要是对白蛇站的传说有些议论 说这个法海啊都管闲事 人家白蛇呢自迷许仙 许仙自取妖怪 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其实这篇文章啊 风华雪月啊还弄错地方 把这个至今还在的宝苏塔 跟当时倒调的雷锋塔呢 混为一谈了 好在是散文了 也没关系 但是几个月后 发表在宇斯第15期上的 《再论雷锋塔的倒调》 话题就严肃了 这就显示了宇斯啊 至少在鲁迅笔下 从冲淡显示起 渐渐的还是有分事技术 第二篇的这个雷锋塔的文章 启英是胡野平 当时有化名 在金报复刊的一个通信 他说杭州雷锋塔之所以倒调啊 是因为乡下人 我这个读的鲁迅原文啊 因为乡下人迷信 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 凡事都必平安 如意逢凶化吉 于是这个野蛙 那个野蛙蛙之久久便倒了 鲁迅于是就有了联想了 就这么一则来信 引发了他这篇文章 他先批了一通中国人的石井病 因为有人感慨雷锋塔倒了以后 西湖石井就少了一井了 鲁迅说为什么一定要石井呢 然后随后鲁迅就随手一句议论 就给悲剧喜剧下来的定义了 这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这个短短两句话 概括了很多我们写论文里边的学术八股 再接着联想到外寇入侵 破坏中国的这些风景 中国人呢就在瓦礼上修补老力 修补老力怎么办 翻限制 看每一次冰灾之后 添上了很多猎夫猎女的名字 看进来的冰货 怕又要大局表彰截列 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 原来鲁迅这个是一贯的想法 这个国破山河民胜被毁 男人们做什么 重建一个塔 弄一些这种猎夫猎女的名字 这个时候鲁迅的文风啊 刀锋刺起充满发散性的批判 不过文章最后终于又回到了雷锋塔 原来鲁迅要讲的最重要的话 所向雷锋塔倒掉 或者龙门石窟被拆啊 其毁坏的原因 非如割除者的自在扫除 也非如倒扣的自在掠夺和单式破坏 仅因目前极小的自立 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 鲁迅称之为这是一种奴才式的破坏 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 与建设无关 我觉得鲁迅这段话很重要 他概括了我们伟大的文物啊 我们祖宗的遗产啊 通常就是被这三种力量破坏的 第一是革命 那后来真的发生过 第二是侵略 第三是什么 最普遍的就是老百姓 自家老百姓贪小利自盗 我现在还听说长城啊 古长城的砖 现在被很多当地人偷走卖钱 这个卖钱呢 比雷锋塔供在家里更坏 因为供在家里还是出于信仰 现在卖钱是牟利 这是与时俱进非常糟糕 难怪中华大地 这个山西啊河南啊 地面上可见的食物古迹那么少 在象征层面上 鲁迅说 岂但乡下人自于雷锋塔 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注食的奴才们 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记住啊 这些挖国家墙角的人 却是奴才 鲁迅特别在文章最后说明 含着借此据为极有征兆的是道寇 含着借此占些目前小便宜的征兆的是奴才 无论在前面打的怎样鲜明好看的棋子 哪些人是道寇 哪些人是奴才 值得我们省思 随便插一句 这个雷锋塔 现在其实已经修复了 你到杭州去看 这个西湖石井 金光灿灿 焕然一新 香火通明 游客众多 相比之下 叫人感慨的是 随朝建的六合塔 倒没有多少人去 也不知道鲁迅看到了 会不会再写一篇的三论雷锋塔 下集再见